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开始报道的时候 学长直接把我的身份证给了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 也是老实 非常的信任 就跟着他走了 他拿着我的身份证操作 就告诉我卡已经办好了 直接把卡给我 让我交了钱 不管我了 我一个人迷失在这个偌大的校园里面 又害怕又委屈 在路边的时候 有一个男的拎了一兜紫德雅诗兰黛过来 他说他是出租车司机 他的顾客拉在车上的 他说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没有人来找 他就想 便宜卖了 我看了收据小票 就信了 回到家之后我发现 这三瓶护肤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 它就是个假的 挂奖活动嘛 一挂就是一直特别激动 我俩就一人买了条项链而送给妈妈的 结果最后一查还是被人骗了 办校园卡的学姐 学长们 在让我们享受到山西各大热情的同时 让我们不怕尴尬 不得不办了很多张校园卡 到商场里面说免费给你做美容 把你的朋友和你 就给你分开 拉进小黑屋里 我就发现事情不对 跑了出来 这里呢 也要告诉同学们 一定要看到这种人赶紧跑 短情诈骗是一个游戏的链接 说有什么会员 说有什么金币 都是诈骗短情 所以也不敢点开 说我中了一个VIP套餐 你才会点那个链接 说点了才会得这个东西 我肯定不信啊 毕竟我那个信用卡里面 才成了20块钱 怎么可能中VIP嘛 所以不要信这些东西 你自己多少钱 自己没领B数吗 根本不要信